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蘇子的頻道 收看萬讀金融這個節目 聽到背景,我也知道現在是 迫血劍了,去到第三回了 Ryan哥 第三回迫血劍 講到安大嬸 跟袁誠智一起住的 但是有安大人的錦衣衛來搞事 所以安大嬸有用腦 一想到這裡不可以再住 就要搬屋 此時阿爸又回來了 安大嬸原來跟阿爸 跟崔秋山 那個隱世高人教他 是有淵源的 寫了一封信 叫阿爸拜完成之去 希望拜師,希望隱世高人 收完成之做弟子 Recommendation Letter 對呀 那阿爸呢 就真的是 帶著原城之一路由西北而上 行了很遠很遠很遠的路 越來越難行 走到有些地方 簡直是 沒有路可走的 要揹著原城之 手腳並用地爬上山頂 大家看到 這裡就是類似的地方 你知道他們上了什麼山嗎 當然是華山 你說到這麼險要 你看看這裡 就算今時今日 還有一些這樣的 斬道 要扶著鐵索 腳踩的板 只有那麼寬 這樣 真的相當之險要 還有 我覺得 金融先生選擇華山派 都很有道理 你看見 五岳 他又沒有選擇恆山 因為那裏比較近廣東 都沒有選擇他 有原因 就是因為 這個 華山的地點 就是近陝西省 西安 這些都是理廠 的 大本形來的 所以把他們兩者拉上關係 就很合理 好了 上到華山山頂 看到一個 長蘇老人 一念慈祥 他就介紹我 就是 Dumbledore校長 喂喂 我們不是 幻讀Harry Potter 搞錯搞錯搞錯 他就說 我就是華山派的掌門 叫做木人青 有個外號叫做 神劍仙元 看到 袁誠智 你是 我都敬重的 袁誠的兒子 好了 我就收了你做我關門的最後一個弟子 真的 拿了一幅畫像出來 承智過來 跪在這裏 拜這個 我們的風祖師爺 袁承智一看 這個中年書生 風道偏偏 好像風流啼道行的才子 竟然做到祖師爺 還年輕過我師父 但是 不敢出聲 跪拜 拜完之後 就真的開始受危了 首先就學 掌法 記不記得 伏府掌就是木人青教的 那當然 去秋山 隨便教 八天那麼多 右頭學過 之後就學運元掌 原來運元掌 越練得多 就會變成內功 叫做運元功 這種華山內功 不是那些 坐在那裏 套納 廢棄 不是那些 練一練習 自然有內功 這些我喜歡 這些好東西 好 稍後教你 學了三年之後 一又拿了一封祖師的 畫像出來又拜 今天拜完之後 又拜 好 很重要 因為呢 今天開始 教劍了 原來劍法是華山安泰裏面 最絕頂的武功 劍來 白兵之祖 學學劍 山上又來了一個客人 有一個訪客 有一個老人家 是一個導人 原來 他就來找 木仁清 捉棋的 這個 叫做木桑導人有一個愛號 叫做 千遍萬劫 江湖上的人說 你武功勢得很厲害 要打到你那些 敵手全部都是萬劫不復呢 他說 跟我的武功是沒有關係的 這件事 是代表了我奇藝那麼精湛 蘇子我就不明白 萬劫 跟這個奇藝有關呢 這一段呢 我讀得相當之津津有味 我本人是很喜歡下棋的 你要知道呢 千遍萬劫 有一個外號的人 計算是相當之正確的 那 為企有一個很獨特的規則 那就是在說 譬如黑白紙互相包圍的時候 就是 我 就吃了你 如果你又馬上吃回我的話 那就是不停地重複的 所以奇藝就不准這樣的 就是 我吃了你的話 你要去另一個地方下旨 如果我不回應你 就在吃了你的位置再補一手的話 劫就沒有了 其實很多時候 究竟能否贏到那個劫 就是勝負的關鍵 明朝末年 人才背出 高手如雲 最出名的那個 應該就算是過百寧 這個名字又有一點熟悉 百寧 對 沒錯 因為天龍八寶 也是金融先生的小說 所以你見金融先生真的很喜歡遺棋 他把一個角色的名字叫做 範百寧 不過我們留在 萬讀天龍八寶的時候再說他 現在說回頭先 這個木桑盜人 經常叫無人清足棋 捉到他滿了 轉頭又找這個完成之足棋 原來完成之又很厲害 捉了沒多久 就已經捉贏這個木桑盜人 所以這個千變萬劫奇國手這個名字 就真的浪得虛名 但有個好處 原來 木桑盜人說 你給我捉一棵棋 贏到我的話 我就教你一種武功 原來木桑盜人 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輕功 以及找這個棋子 丟進去做鵪器 即是不是鵪器黃石的 完全是高手的地位 連這個在暗器和輕功的方面 木桑盜人稱自己也自覺不如 原成之當然有學到很多東西 不一日 完成之又關掉山邊有兩隻大猩猩 大威和小猩猩 又是師父神劍先緣 跟猩猩玩竟然在華山的峭壁那裏 找到一個很難見到的一個山洞 在峭壁裏面有一個小山洞 完成之爬進去看 山洞裏面 水黏洞 沒有水 但是又有一條骷髏骨 除了骷髏骨之外 山洞的石壁 就畫了很多武功的招式 有把劍就插入石壁 插到劍柄 然後地上又看到很多 金光閃閃的小暗器 是金蛇追 蛇刑 袁誠智就拿了一些立跡 拿回去給師父和陸桑道人 過目 那 老人家一看就說 我有認為 就是 以前有個十年 都 銷聲匿跡的金蛇狼君 可能就死了在這裏 叫袁誠智就說 都是這個 前輩來的 你去撞了他 那些金蛇追 其實是盜金還是捉金 木霜道人一拿起手 一兩重 的黃金 很值錢 所以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 真東西 也不一定 他們暗器名家一拿上手 那些重量是相當 準成的 如果是 再找到的話 這個應該成為我最喜愛的暗器 需要 去搜羅一下 哈哈哈哈 那我叫袁誠智 都是花達 水為財 回到山洞 就說要撞 這個 鞋骨 袁誠智 就在地上挖 挖了兩挖 挖到一個 叮叮叮 一個 大鐵箱出來 大鐵箱上 面有封信 是instruction 他說 這位仁兄 你 不如做人做到底 幫我再挖多三尺 才撞我 然後 然後才給那些野獸 把他的骨頭挖出來 然後才打開我的木箱 不是 鐵箱 鐵箱裏面 就是 武功秘笈 藏寶圖 筍東西 我全部都給你 但是這樣 但是這樣 再挖多三尺 完成之 乖仔 沒問題 挖就挖 向下再挖多三尺 怎知 挖多三尺 叮叮叮 這次 是一個 小鐵盒 又有第二封信 一個instruction 他說 多謝這位仁兄仁智義盡 其實剛才那個 大鐵箱 是假的 裡面一打開 有機關 會 射箭出來 裡面的武功秘笈都是假的 還威上劇毒的 真的秘笈 真的藏寶圖 藏寶圖 就在這個小鐵箱裏面 完成之 慶幸 但是 沒什麼所謂 他都不是真的想學你那些東西 只不過 真的很恭敬地撞了 前輩就把鐵箱 帶回去 給師傅看 師傅 覺得這個人 心計都很深 好奇心事 驅使之下 找個 大木箱 裝著 大鐵箱 就很小心地打開了 真是裡面會射飛箭出來的 還有裡面真是 有些 假的武功秘笈 應該就真是偉上劇 那 這個時候 就 沒有再理會那些 秘笈 鐵箱 那些東西 因為大家其實有華山武功學的 對 一晃眼 就過了十年了 完成之已經二十歲了 木仁清師傅就說 我成至我現在呢 就要下山了 為什麼呢 就去幫你自成 李廠那些軍我要去 仗義 幫他們一手 那你就留在家 Home alone 上一回Home alone 又有空險 有事發生 又怎樣呢 一個 晚上 有 兩個 叫做 浙江石良派的人 原來呢 就是金蛇狼軍 的大仇家來的 找了十年 找執金蛇狼軍 終於找到上來華山 認為他可能在這裏 那就用 迷香 就將完勝之 迷倒了 又進去 他房裡找的東西 那真是 一找見到一個 大鐵箱 然後 又打開大鐵箱裏面 看到有武功秘笈 完成至此時 受過嚴格 中國武術訓練 所以呢 就很快那些迷香的力 就過了 就看著發生什麼事 原來 A軍 就說 喂 發現武功秘笈 B軍說 是呀 然後就殺了A軍 就想自己 讀吞了 拿個武功秘笈出來 咦 有些紙好像黏住了 咧 舔一舌 然後再打開 看多兩頁 怎知七 桶流血 馬上倒閉了 原來真的 假武功秘笈 有這個 劇毒在 這個故事 第三回 到此為止 下回再分解 今集有什麼 有趣的問題 我等一看 目者去解答一下 必須要說的就是 很多人看到這一集 看到有一個華山派的 風祖師爺 到底這是什麼人呢 外間也有多少 斷測 首先我告訴大家 這個華山派 牧羊青華山派 不能說 為什麼呢 劇透 各位朋友 我們以下 要說 少傲江湖的 一些重要情節 如果你沒看過少傲江湖 這個時候 拜拜 OK 繼續 少傲江湖那個 惡不群的華山派 就有一個叫做 風清陽的老前輩 令狐聰叫做泰師傅 他 已經是劍術的 宗師教令狐聰劍 但是在那個時候 華山派 絕對不是這個風清陽所創的 他已經是一個 承諾了很厲害的劍派 一個武學的 派店 所以我認為 這個 新的木人青華山派 應該是 惡不群 將他的華山派 敗壞了明星之後 又有人想念自己以前是華山派 才再創的 所以我認為 華山派 所以 新華山 所以我認為 不是風清陽 而下一個 有機會的候選人 就是 令狐聰 風清陽 他最記掛這個華山派 劍術又不能彈 如果 要他教這個氣功的話 可能真的不會是他們傳統的那些東西 因為 他思考外面的 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這個新華山的氣功 是由外而來的 唯一的疑問就是 為什麼 這個風祖師爺 是聖風 不是聖令狐呢 這個我就知道 他當年 跟天皇老子去梅莊 天皇老子介紹他 他才說 這個呢 這位是 風清陽的紫宅 很含含含含含含含的 還說 他的名字叫二宗 即是令狐聰的聰字拆開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 用回這個化名 但是為什麼要用化名呢 還有一個原因 他現在 是恆山泰的掌門來的 有面 有聲有面 不可以什麼呢 吃兩家禪禮的 對 好 那麼 這集就先說了這麼多 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記得 點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 好 多謝各位 下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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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